图形搜尋 這個東西其實在人工智慧領域算是很少 就發展出來 而且我覺得它其實 算是人工智慧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分析 我們之前看的爬山算法 那種搜尋是屬於 屬於那種函數類 曲面類 但是這種圖形搜尋往往就不再是曲面類 它是離散數學類 離散數學的節點和連結類的這種東西 那這種東西其實表示的東西可以很廣 你看 我們看到的是一堆節點然後一堆路徑 可是你稍微想一想 很多問題 它都是我現在在某一個狀態 我接下來呢 有很多種選擇可以走 那我到底要走選擇一選擇二選擇三還是選擇四 那我有很多很多種選擇 我應該走哪一條 只是單純選擇走哪一條 有這麼困難嗎 很困難 很困難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叫做 奇路之中又有奇煙 這個是 應該是莊子裡面的一個故事 然後我們查一下 奇路之中又有奇煙 對 就是奇路亡羊的故事 來看一下這個 奇路亡羊 怎會 這怎麼都是白話 我要找文言的 这个古文呢 他还是不是很认识 不是这个烟 其路之中又有起烟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个 羊子之灵人亡羊 既帅其党 又请羊子之树追之 羊子曰 西王一羊 何追之者众 灵人曰 多其路 既反问 或羊乎 曰 王之以 曰 西王之 曰 其路之中 又有其烟 无不知 所以 所以反应 羊子欺然变隆 不言者 仪时 不孝者 近日 门人怪之 请约 羊 见处又非 夫子之有 而损言 孝者 何哉 羊子不达 门人不获所逆 劣子说服 不是 不是庄子 本来是劣子 你看得懂他的意思吗 他说 西王一羊 就是 有一只羊 走丢了 不见 那一大堆人去追他 何追之者众 为什么这么多人去追 然后 邻居就说 有很多歧路 有很多岔路 然后就回来 问 他问他说 那你找到羊了吗 或羊乎 然后约说 王之以说 没找到 失去了 约 西王之中 为什么失去了 他就说 因为 岔路之后 还有岔路 岔路之中 还有岔路 然后 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走哪条岔路 所以就回来 那羊子听了之后呢 竟然 整天都发呆 然后 然后一直在想这件事 然后 然后 对 就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 基本上 图形理论 里面的搜寻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问题 岔路之中又有岔 你到底要怎么样子走 如果你今天可以 全部的节点都走一遍 那就没有问题 你全部的节点都走一遍 然后 我就把最短的列出来 或最好的列出来 我就结束了 可是问题是 往往对很多问题 你全部的节点都走一遍 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 围棋 围棋也是一个决策问题 我下一步要走哪一步 那你有可能把全部的节点都走一遍 那个多大 围棋 19乘19的围棋 361个 361个 对 那可能的盘面 上面可能放三种 所以是 有子 五子 然后白子 A子 所以有3的361次方 同可能性 3的361次方有多大呢 所以你怎么样子又能够搜寻完所有的盘面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这里 其实图形看起来好像简单 事实上不简单 那深度优先搜寻 这是第一个最常用的图形法 拜访方法 它的方法就是 我就看到我可以走的第一条路 我就走下去 然后再往下一步可以走的第一条路 再走下去 但是呢 那我走到什么时候为止 走到就是 那个点我已经 下面都走过了 都走过了 那我就不能再重复走 我就回来 那所以这种深度优先搜寻 它就是走走走走走 然后走到发现 下面都走过了 就回来 上一层也发现都走过了 再继续往回 如果上一层发现 下面还可以走 就走那条 还没走过的第一条 就继续往下走 那这就是深度优先搜寻 那写成演算法就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有递回的观念 你写成演算法就不难 DFS 输入是 一个图 然后呢 还有一些节点 那基本上这些节点 就是图上的节点 那节点上面会记载说 它是不是被走过 OK 那如果已经走过了 就返回 用递回的方式返回 所以这是递回 你看这里又一个DFS 所以它走下去 是会骑路之中 又有骑烟 一直展开的 OK 那当你走过了 就把它打一个1 就是代表我走过了 然后接下来对每一个邻居都在做一次DFS 所以这个演算法看起来就简单 蛮简单的 那写成真正JRSP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 只是目前这个还没有包含资料结构而已 你没有描述G是什么 你要给他G一个范例 然后他才可以找 那Node的话就简单就给他一个阵列之类的 或MAP就好了 或物件 那他说如果G.Node的V不等于0 不等于0就是已经拜访过了 那就返回 否则的话就把它设成1 然后呢 找邻居 对每个邻居就做一次DFS 跟这个演算法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说 我一直觉得JavaScript是一个演算法级的语言 因为你看他写出来的程式就跟那个演算法差不多长 所以它是一个演算法级的语言 好 那对这个图形范例 我们走的方法 如果用DFS 那我如果总是以上面为先的话 那我们就看到 OK 先走这个 然后呢 再走这个 然后呢 再走这个 这个就不是上面为先 我们讲错了 他并没有都以上面为先 反正他就选一个就对了 选一个 那他先选这个 那先选这个之后 他又先选这个 那再选这个之后 他又选到这个 一路升下去 到了这里的时候会怎样 到了6的时候 他已经全部都走过了 所以第一个 6根本就没有出去的节点 所以他没有小孩 他只能往回 他就往回 那就回到5 5呢 又回到4 因为5为什么不能再继续往下 因为都走过了嘛 没有节点可以走 所以继续往回 然后4也一样 5和6都走过了 所以继续往回 3也一样 4、5、6都走过了 所以继续往回 2 就3、4都走过了 继续往回 又回到1 好结束 你的递回 乘4就结束 所以说就是写一个集合 然后每一个集合 每一个集合 都遍地它 然后再 那就怎么判断它 那个总体选择 就是 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它都有邻居 对不对 这键号指向的 就是它的下一步可能 如果这两个都走过了 那它就往回 我说它在2的时候 是要选择 该根据什么判断 乱选一个 只要没走过就可以选 只要没走过就可以 对 乱选一个 所以不用考虑就讲 不用考虑 所以它才叫深度优先 它根本就没有考虑 所谓的好坏 它只是想法 尽量走一遍 尽量走一遍 所以它不需要评判好坏 它只要能走就走 当然这种方法 在需要评判好坏的时候 是不见得好 但是不需要评判好坏的时候 对 你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好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 广度优先 这个也是不评判好坏的 那只是它跟深度优先搜寻 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它不是 不是这样一路走下去再回来 它是这样 我先走一 然后呢 接下来看到二 我就走二 可是我走了二之后 我不是走三 我是接下来走 走还没走过的那一条 OK 所有后选项里面 还没有走过的 由我这个节点出发的那一条 那就是五 然后接下来呢 因为二刚刚已经先被走了 它一定是从先走的那个地方 开始再往下探 探一个 然后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 可是这下一个呢 都是变成一个树状的 它是由最浅的先 最浅的先 我现在这样子 然后走 然后它就再照这个顺序这样 然后这个都走完了才可以走下一层 它不能够跳成说我先走后面的层不行了 它一定是广度优先搜寻 一定要把浅的先走完才可以去下一层生的 OK 那这就是广度优先搜寻 那广度优先搜寻 如果你之前上过资料结构的话 你应该会有印象 资料结构里面 在一开始 可能资料结构最开始的时候 讲完正列之后 他就会开始讲一种叫做串列的东西 对不对 那讲串列之后 他就会跟你讲说 有一些结构叫做堆叠 有一种结构叫堆叠 有一种结构叫注列 Stack和Q 那Stack呢 就是你东西推进去之后 再从最上面再拉回来 就好像一个瓶子 瓶子里面装那个 不是有那种 类似口香糖或之类的 对不对 口香糖里面放口香糖一条青剑 不是青剑那种 是菲蕾那种 就是一颗一颗 或者是怎么讲 你小时候有没有吃过一种 糖果 它是放在一个馆子里面 那馆子里面都放一颗一颗的 不管是巧克力糖还是什么之类的 它是圆圆的 然后你就只能把它倒出来 一直倒一颗 对不对 那你要放回去的时候 你也只 比如说你不吃你放回去 你也只能放最上面 你不可能说OK我把我把因为它的管子底部是封死的 你不可能把底部剪掉然后从后面放进去 对不对 那这种状况它就变成是堆叠 我只能够从上面放 我取了只能够从最上面取 那堆叠就有一个特性就是 你最后放进去的会最先拿出来 所以它叫后进先出 对不对 那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不是 那个管子是两头的 那个管子如果是两头的 那这边可以打开盖子 这边也可以打开盖子 那而且我规定说你从 只能从这边放进去 而且只能从这边拿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变成先进去的人会先出来 那这就变成是注列 那BFS深度优先搜寻跟广度优先搜寻 假如你今天要实作深度优先搜寻 却不用递回 你不用递回去实作深度优先搜寻 的话 那你该怎么做 如果不用递回实作深度优先搜寻 我就要给它一个堆叠 那其实 你用了递回做深度优先搜寻 你还是给了它一个堆叠 只是你不知道你有给它一个堆叠 你在哪里给了它一个堆叠 你的系统程式 组合语言里面 当你把这种 如果你这个字号是一元写 当你把它编译成组合语言的时候 它每一个函数一开始就会push push push 最后就会puck puck puck 那个就是一个堆叠 OK 它所谓把参数推进去 然后最后把参数拉出来 或区域变数推进去 区域变数拉出来 这些都是堆叠 只是它隐含在你的城市的 变异器里面 它会把递回结构其实是转成堆叠 其实这里系统程式是很 发展了蛮长一段时间 你现在看到的所谓的这种堆叠 就是函数呼叫的时候 会自动使用堆叠来处理的 这种东西其实是发展了蛮长一段时间 不是说那么明显显而易见的 你知道早期的城市语言是不能有避回的 而且更早的城市语言是连参数都不可以用的 连参数都不可以用的城市语言是怎么办 全部都是权益变数 对不对 你想想看我如果今天有一个城市语言 他只能够宣告权益变数 其他不能有参数 你还能不能写城市 可以 可是你写出来的城市会长怎样 你会发现你会 权益变数的管理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那你就不能够用避回了 因为既然只有权益变数 你怎么用避回 那你就得要用堆叠去模拟这个避回的结构 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写过一次 我觉得好难写 你真的不要用堆叠硬要去用堆叠来处理这个 就觉得你的逻辑都乱掉了 然后不知道到底在写什么 所以其实避回这件事情是有很大贡献的 它让你写很多事情变得很简单 但是刚学城市的人会觉得 避回很难为什么要用 这很奇怪 但是当你用久了 你会发现我不用避回我还不会写 这是奇怪 但是初学城市的人对那个避回真的很难理解 废事数列 这到底是什么 然后你就会看到追踪了半天 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走什么 最后追完了 其实追踪废事数列不是一个好的学地回方式 你要追踪 你追踪就是说n阶层这种函数 它只有一条路下去 一条路回来 不要追踪那个两条路下去 然后很多路回来的 就骑路之中又有骑验 那个就很难追很麻烦 所以如果是BFS 广度优先搜寻要用阻列 深度优先搜寻要用堆叠 那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差不多很像 除了用阻列和堆叠以外 其他的几乎都很像 这个排版没有排得很好 这一条你把它往后移 才会对好 稍微改一下好了 这样看真的很怪 先登录 刚刚那个真的没排好 可是为什么没排好呢 真的没排好 可是你看哦 这个东西之所以没排好 很可能是 很可能是 一个问题 就是编辑器的设定 所以我昨天和前天 上课的时候 我都在讲 JavaScript的软体工程 就是这样 因为我没有 严格的语义法 我不是有讲Standard.js 我没有去规定严格的语义法 结果导致 就会排版没排好 所以你看像这样子 这一个东西 如果你 哇 这样子就不行 那因为它是四格的 四格的 就没对好 那如果你今天呢 这个把它设定成两格 设定成两格 哎呦 这里怎么设定 我忘了 算了 嗯 按什么 第一个 使用空格键进行缩排 对 哦对这里 选二话 OK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把它退回去一点 这样子 目前我采用的JavaScript的标准语法 Standard.js 它是规定 只能够用两个空格 不能用Table 那所以 你 当然这 这其实规定 你说有什么道理 你就这样规定有道理 但是问题是 你一个人写程式的时候 你不需要规定 因为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很多人一起写程式 你有规定会比没有规定好 你如果很多人一起写程式没有规定的话 那你的程式码就会变得很乱 所以后来我觉得我需要使用那种软体工程的工具 来帮助自己写出来的程式品质更好 那所以像昨天就 今天早上就 哎那是昨天晚上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就有一个同学就在问我说 老师 我用的那个Mocca 你知道Mocca吗 我里面要听我的 你知道吗 不知道吗 OK好 那 我用了Mocca 然后呢 然后他说 老师 老师这个有什么用 那你用那个中端机 console.log 去印就好了 那你干嘛要这样用 干嘛用Mocca这种测试空架 他会测试之后 你就打个Mocca 跑出这样 没有看过 郑哲没有看过 我给郑哲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昨天的专案 昨天的专案在哪里 前天的 对 昨天也有 前天也有 好吧 我直接拉 直接拉一个测试进来 这里这里这里 买Mocca 还是 Chinese Convert 用这个当例子 好 这样子没有看过 这是一个Mocca的测试程式 我把它关掉一些 太乱了 好 这个专案里面 我们先检视它的 整合式充端器 然后这边有它的Test 这是Mocca的测试程式 我写的 简体转繁体的功能 繁体转简体的功能 然后我们就大喊一声 这个Mocca 然后就测试 失败了 因为我那天故意让它失败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知道 失败会怎样 那如果永远都成功的话 你其实不知道 到底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那失败了 红色的就告诉你 啊你失败了 你这个错了 然后它 它这个是 这个是跟这个不一样 OK 结果是不一样 所以你错了 它在第几行错 第六行 第六行错了 它告诉你 那这种有什么用 你现在看起来 哇我为什么要写这种测试程式 不了 那可是 如果你今天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就有这样的标准做法 那你任何的程式你修改了之后 你就只要做测试 然后呢 你就知道说 OK 到底有没有错 那你的主管 你的专案经理 或者是你们的测试组 如果你们的公司有测试组的话 你的测试组测试人员就只要打一声 摸卡 然后那个下去之后 他就知道 哦 你们那个谁谁谁 卡密得出来的东西是错的 对不对 那不就很好啊 人家就不会困扰 你现在说 哦我用console.log 那这个人呢 他习惯就是 哦我就是列印出一大堆报表来 问题是你要去找 里面到底哪一个东西是对是错 你就很难找 好这样子就一目了然啊 对不对 所以不能够以个人的角度 在看这件事情 你要以团队的角度 好当我这个改改下去 好那存起来 好就过了 那你看全部都绿色的就很完美 只要有红色的就是有问题 那不只这样 应该他还可以就是说 我只报错的 不要报对的了 那你就一次就知道说 哎到底有没有问题 打下去 只要没有任何讯息出来就是对的 有讯息出来就是错 好那这样就 就是一个软体开发的时候 然后这个叫单元测试 单元测试 所以就有同学在问这个问题 哎我们怎么会扯到这边来 算了 BFS 因为我这个排版没排好 好所以 瞎扯 扯太远 这个排版应该就还好 好OK 所以呢BFS就不一样他改用助列 注意 那助列如果是空的那就毁了 因为BFS一旦下去 昨天你问的那个问题 前天 对是昨天 前天你问的那个爬虫问题 基本上他就有BFS的特性 因为我们的爬虫 没错 就是送一个BFS连接 然后直接往下走 对对对对对 啊如果我们采用的是BFS 我就是没有说哪一个页特别好 我就是 就是照着最续啦 照着最 最 层数最少的 然后连到最远的 对对对对对 那是爬虫 那如果你设计一个爬虫用BFS会怎样 大概一直说吧 对你你你你 你如果用一个BFS爬虫 你想想看会怎样 我现在在金门大学 对不对 那我爬出去国科会 那国科会再爬出去教育部 教育部再爬出去美国的白宫之类的 然后就一路爬 他就是乱爬 他就是一直看到我 我看到哪一页我就继续往下 看到哪一些我就继续往下 就这样 这种就DFS 那他要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基本上应该不会回来 对不对 因为全世界网页那么多 那他总是每一页他都有看到说 下一页是还没有 没有看过的 他就一直往下去 那除非有一页他就 连结数很少 然后就是通通都是看过 那他才会回来 那个状况已经很低了 那就算他回来 他又再走到下面去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其实如果你的学习方法是DFS的话 那 那有点糟糕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人在学东西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 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写 写程式 现在我们不是 这个四年来大家都在学写程式 但是呢 用DFS方法在学写程式的人 他就不是这样 他今天学写程式 OK 然后写一写之后发现 哦 这个问题是在做搜寻 然后呢 他就去找搜寻 然后呢 他一Google搜寻呢 就会发现说周杰伦搜寻到 什么什么东西 某一首歌 然后他就找那首歌 然后呢 接下来呢 那首歌呢 就引发他想到说 哦 原来我之前有个女朋友 我忘记他了 所以我就去搜寻那个女朋友 然后 那就这样子 收完之后 我原本到底要做什么 就忘记了 对不对 所以 如果你是DFS的学习方法 那好像会有点糟糕 那现在往往我们在看脸书 也是常常这样 脸书有一个人分享了一个什么 哦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 然后呢 结果你 你都忘记你 你现在要做的是写程式 或学程式 那这样你的学习效果就会很糟 你脸书大会会赶用你很多堂 的时间 一天 赶用我吗 对 其实不一定耶 因为 我通常脸书就是拿来当娱乐 那所以呢 我如果在写程式的时候 基本上就不太开脸书 那如果我有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就开一下脸书 就把问题丢上去 然后等一个小时之后 我再去看 如果有人回应我说 这个问题怎么解 我就知道怎么解 所以说你会这样子 还好 可是有时候我就是觉得无聊 那我就上脸书 那就OK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连接去 然后 对对对对 那对 可是如果不是无聊的情况之下 我是在写程式的情况之下 我会尽量把脸书灌掉 因为那是干扰 那真的是会干扰 所以我 所以我 我是觉得各位要试着去 学习 怎么跟脸书相处 否则 你那个效率永远都是完蛋 各种事业软件的会专业很大的 然后做一个程度 去把他们过滤一下 把资料过滤 比如说要参加有用的信息啊 有啊 那个 RSSP 的 那个就是你可以订阅 那就是你看到有重要的人 有时候订阅然后会也会弹出一堆广告 就像连个评论讲就好了 RSSP 的不太会啦 不太会 因为它是你主动试的订阅 只要你不主动订阅 它是不会给你的 那可是所以有一些人 他怕脸书占太多时间 他会改用那种东西 好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是BFS 那好像也有点糟糕 如果你的学习是BFS 就代表说 我第一条试试看 然后第一条试完之后 没有继续深入 你就往下第二条再试试看 然后第三条再试试看 这个 这个 你知道那个树长大了 长下去会很大 你时间根本就不够用 所以是大家拍摄 对对对 全学一遍 然后突然发现 数学从各种公式的数学都入了全学一遍 没错没错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样 我先所有程式语言 通通都学一遍 然后呢 我发现说我需要数学 那就把所有的数学领域通通在学一遍 对 发现又要用到英文 英文全部领域也在学一遍 那不得了 根本一辈子不够用 所以这个就是BFS的做法 所以它是用Q你看 把它取出来 如果已经拜访过了 如果还没拜访过就设成拜访过 否则的话呢 就结束 这么快就结束吗 我看看 应该不能这么快结束吧 我觉得这里怪怪的 演算法这样写 真的耶 我的程式也是这样写 我看到为什么 如果该节点 还没被拜访过 真的耶 因为它是用递回的BFS 递回的BFS Return是回到上一层 它不是真的就一定结束 它只有回到最上层的时候才会结束 所以这是对的 所以它是递回BFS 所以这里我怎么看怎么觉得怪怪的 但是如果有程式码代表我真的是做过 所以它应该是对的 好 那对于每一个邻居 如果那个邻居还没拜访过就把他推到 推到Q里面 OK 那推到Q里面会怎么样 下次他从这里dequeue的时候他就会 拿出那个 最先推进去的那一个 最早还没拜访过最早推进去的那个 那就OK 所以 这样子 BFS 那这两种都不是很好 因为深度优先搜寻会 乱冲 一路冲下去不知道到底冲到哪里 广度优先搜寻呢 没有效率因为你什么都学 什么都找 那没有效率没有专注的焦点 那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办法评判到底哪 哪一个节点比较好 那你就不应该是只用深度或广度 应该可以用最佳优先搜寻 通常在好的 好的结果的旁边 我的下面会有好的解答吗 通常 大部分的问题的特性是这样 那如果你的问题特性刚好相反 好的结果旁边通常都是有最赖的解答 那你就不要用最佳优先搜寻 对 可是如果你在好的结果旁边通常都有好的解答的话 那我们不应该是 不应该是 用那个深度或广度 应该是用最佳优先搜寻 不过我好像很少看到那个好的旁边都有最烂的解答 这种问题 好像几乎没有碰过 那用最佳优先搜寻呢 就你要排序 排序其实很麻烦 对 你知道 如果很多节点你要排序 那你有几种选择 每次插进去就重排 但是这样会浪费NlogN的时间 对不对 你知道排序就NlogN 那可是你不可能每次插进去就重排 所以你会用插入排序法 好 那插入排序法的复杂度有多少 如果你用正列来储存的话 那你的插入排序法复杂度其实是BIG ONN的 因为你要空一格出来要把后面往后推 如果你用不是正列来储存 用链接串列来储存 那你要排序找到那个位置 可是插入排序链接串列 你就没有办法用二分搜寻法 你没有办法用二分搜寻法的话 那就会有麻烦 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二分搜寻法 那你就得用从头找到尾 还是BIG ONN 那所以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有啦 应该有 比如说你把它分群 一到十分的一组 十到一百分的一组 一百到一千分的一组 之类的 你这样分一分 让它每一群都差不多多 那你只要 下次我就从最高的一群开始 如果最高的一群空了 这样可能会快一点 但是这样有点 奇怪的资料结构 奇怪的做法 但是要怎么样子存又快又好的排序的 二元素 对不对 用二元素也是一个办法 你用二元素去存 那这样子的话就 基本上是 在理想的状况下是LogN 对不对 LogN 所以二元素是可以 但是二元素常常不理想 二元素常常不理想 所以它可能会是倾斜素 非常极度倾斜的素 那你最后还是花很多时间 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改用红黑素 红黑素是一个高度平衡素 知道红黑素吗 那用红黑素的话 它就会非常的平衡 所以基本上你的时间就会真的是LogN 对 所以如果以这一个最佳优先搜寻而言 我目前想应该要用红黑素 是 要用红黑素 如果你不是用红黑素的话 你的效能可能会不好 但是我其实写程式现在都不太管笑 主要是因为 因为我们学术界要求的效能 没什么要求 那如果你在公司就会有要求 公司的要求 如果你效能不好 对产品来讲就是一个 这个是自平衡二元搜寻素 那你就可以用它来存那些新排序的结构 而且它会平衡 这是比较好的 但是红黑素通常只能够用在记忆体里面 如果你不是只能用在记忆体里面 你会怎么做 放资料库就好 搞个MangoDB来 反正它就有受责 你管它 你就把它放在那个硬碟里面就好了 对根本就 就不需要自己来弄 红黑素你现在也不用自己弄了 你真的要红黑素你看 我弄一个给你 随便找一下就会有一堆啦 对不对 你就拿来用就好了 干嘛 自己还写了 对 np install bin trees 然后就可以用了 人家就已经帮你写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写程式都是这样的 不会自己每次都重新来 这样太累了 好 那最佳优先搜寻其实还是有问题 虽然最佳 我从最好的去找 但是最好的就找不代表我接下来找到的东西会很好 那这只是一种倾向不代表一定 那这样子的话他还是有可能说我每次都是找到这一个最好的往下找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下面的都不够好了结果你又换支了 换支之后呢再找往下找都不好了再换支 一直换支的结果不就是广度优先搜寻吗 所以还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对啊 所以如果在那个问题真的特别奇怪的时候 就有可能产生之后 你最后还是一直展开一直展开的情况 那有先分成好吗 先分成也是一个办法 先预判然后到底到哪里来会用那种方法比较好 然后再把那些算法再结合在一起 对对 但是问题总有奇怪的问题 对所以你这样的方法最后你还是会碰到一些奇怪的问题 让它无能为力 所以几乎没有一种方法是通用的 你总是最后你必须要对那个问题进行仔细的思考 如果那个问题是很简单就不用什么思考 但是如果那个问题比较难 而且有好坏的话 你就得要对好坏进行仔细的思考 OK 那所以这里就发展出另外一种 像上次正在不是在讲那个孔明奇的问题吗 孔明奇就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孔明奇 是你讲的我才知道 原来我写过这个程式我自己都不知道 孔明奇基本上就是排棋盘 就是把那个移来移去然后让它恢复原本的盘面那种 那它如果用A star搜寻 你要确定它有满足这一个monotone的条件 monotone的这种条件 A star搜寻演算法 你看一下它必须要满足这种monotone的条件 才有办法套用 这个必须要满足这个条件 那它综合了BFS和Digest法算法 Digest法就是这个最短路径算法 那你看它说以Gn表示从起点到任意顶点N的实际距离 Hn表示任意顶点N到目标顶点的估算距离 那它A star算法里面的估算函式是这样 那根据这个估算函式会有这些特性 可是这里我觉得它没有讲得够清楚 它的估算函式虽然是这样 那如果Gn是0的话只计算0点N 也就只计算H的话就变成BFS 如果Hn不为0 则一定可以求出最优解 而且Hn越小需要计算的节点越多 演算法的效率就越低 所以Hn如果越小 需要计算的节点越多 演算法的效率就会越低 那所以跟它的距离评估函数也会有关系 那郑哲你是用什么距离评估函数 很多耶 很多 其中几个就会忘掉 OK 因为如果以棋盘那种的话 可能是用曼哈顿距离 有 那会挂掉 会挂掉 柴皮雪夫这应该不是 这应该比较迁几率 这个不适合那一个问题 好 那所以 所以A star 看这里其实中文的通常资料比较少 如果看英文的会更详细有范例 这是他A star的范例 那有一些地图范例 然后他说 这个公式 Let's ensure any pass 满足这个特性 对 对所以他要满足这个公式 他要满足这个公式 刚刚那里有标写 中文版我觉得好像没有写到 他只写这样 其实这样是不能套用的 他要满足这个不等式才可以套用 你有满足这个不等式吗? hs小于等于dsy加上hy 必须满足这个不等式才会能够有效用的 有效率的套用A star 所以你得思考一下你的问题有没有满足这个不等式 ok 所以这个是A star A star我其实没有使做A star A star比较难 而且A star的问题要选 要选 通常A star用在哪里?你知道吗? A star 我觉得可能不见得能用A star 我不确定 你要看他有没有满足这个公式 但是A star目前用的最广的领域是电动 NPC在追人的路径追中通常会用A star NPC追人的时候 NPC就是那个纯电玩角色 那个在追人的时候通常会用A star来追 所以A star其实目前我看到最常用的就是在这里 NPC的角色的路径追中问题上 所以现在我们刚刚看了这边图形搜寻这边 那我们就不下课喔 如果你需要出去就直接出去跟我讲一下 不用跟我讲 直接出去就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始作 直接看始作 还是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再来看始作 不然太累了 好 先休息个十分钟 不是直播 錄影 錄影 因为我会习惯录下来 然后把它传上YouTube 反正你的YouTube多少人给我订阅啊